瑞翠香农会在农业部及县政府鼎力支持下 去年年底正式动工要新建文旦加工厂 不过面临缺工还有钢铁建材原料的上涨情绪 一度停工也增列预算因应 整体施工进度超过七成了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主题建筑 农会总管事黄胜煌表示说 最快明年中就可以完工启用 2022年10月圣打开工动土的瑞翠香农会 农业推广教育中心面临缺工 以及钢铁建材原料上涨的冲击一度停工 农会也追加经费预算来克服之后 目前整体工程进度也超过七成以上 即便于当初预计完工日晚了六个月 不过在施工厂商的努力下 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筑工程 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 若没有问题期盼能在2024年 也就是明年六月完工启用 特别感谢农业部 花联县政府以及各个单位的一个辅导 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这个新建 那从去年的设计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发包 那在整个新建的过程当中 历经了蛮多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原物料上涨的部分 我们的预算增加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我们都已经一一的来做一个解决 那也期盼在明年我们的这个加工厂能够顺利的来开工 那协助我们的文旦幼农也好 我们的茶农也好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加工场域 瑞瑟湘农业推广教育中心就位在农会同志研究址 在农业部以及县政府订立支持下 赤资3000多万元来动土披荐 除了是以文旦幼加工厂为主 由于瑞瑟湘农产蔬果、茶叶、咖啡、凤梨等农产种类丰富多元 农会未来也将朝向多功能、多元化的农产业加工等服务来发展 预计今年年底披荐完工的瑞瑟湘农会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为两层楼建筑 每一层约200平的建筑空间场域 主要是以地方农产业教育推广 与农产品及火加工厂为主 而至于后续农产加工品、冷链技术设施设备等 农业部也全面支持 也将同步建制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